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大家分享约尔书的读后感和分享我读此书过后的见证 借此来荣耀上帝的名 这一本书约尔书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史无前例的严重黄灾即将要发生 而这灾是一波一波接踵而来 田间的庄家都灭绝了 葡萄树枯干了 五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甚至连田野的一切树木都枯干了 众人的喜乐竟都消灭了 灾情惨重神志 圣殿当中的祭祀也断绝了 众人 农人和神职人员都大大的悲哀 然而这些灾还比不上神对犹大的审判的日子领到 约尔五次提到上帝的日子即将来到 他警告百姓上帝一定会审判世上所有的人 而这警告也是向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国家的人说的 神的审判将比黄灾更为可怕 阅读本书帮助我领会神 不仅有审判 他也是饶恕的神 他有恩典 怜悯和慈爱 感谢上帝的怜悯 通过约尔先知 呼召人们要悔改 因为上帝的百姓 必永远不至羞愧 今天我纵然软弱失败 许多的年日和努力都被蝗虫 马杂等吃尽了 但感谢赞美上帝 我终于找到解套的秘诀了 只要我们肯撕裂心肠 悔改并归回 他必要施恩 他必要叫我们经历 那些人所吃的神药补偿给我们 真正的悔改必须以忧伤痛悔做开始 也应该是由祭司带头 推动至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 一同的匹马 诚心进食和撕裂心肠 寻求上帝 我不但个人开始进食祷告 我以兴起带导勇士迫切的认罪悔改 甚至在教会当中推动弟兄姐妹们 进入更深层的带导 当我读到约尔书里面的二章一节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 并在我的圣上发出警讯 我就拿起号角来吹 好像发出得胜的呼喊 我感受到圣灵大大的浇灌 在我的房间 我受到圣灵的感动 来做出为自己 为家族 甚至为教会做得胜的宣告 我使用属灵的权柄 来破除一切魔鬼撒旦的破坏 在我的生命 在我的家族 甚至在事分当中 我感受到一股黑暗的势力 完全地从我的生命当中 完全离开 灵里面有无比的喜乐 感谢赞美上帝 我期待每日都能够经历 上帝的大作为 并且依靠圣灵 使我的服饰更得力 M 马蒙辉的课程 感谢主 今天我要分享 是最后的一本书 约尔书 很感恩 我能借着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 约尔书读后感想 和分享我的见证 借此荣耀神的名 此书一开头 我们就看到 史无前例的严重蝗灾 将要发生 这灾事一波一波 接踵而至 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 葡萄树枯干 无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连田野一切的树木 也都枯干 众人的喜乐 尽都消灭 灾情惨重 甚至圣殿中祭祀也断绝了 众人 农人和神职人员 都大大悲哀 然而 这些灾还比不上 神对犹大的审判的日子领导 约尔五次提到 上帝的日子即将来到 他警告百姓 上帝一定会审判 世上所有的人 这个警告 也是像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的人说的 神的审判 将比蝗灾更为可怕 阅读本书 帮助我领会神 不仅有审判 也是饶恕的神 他有恩典 怜悯和慈爱 感谢神的怜悯 通过约尔先知 呼召人们要悔改 因为神的百姓 必永远不致羞愧 今天我纵然软弱失败 许多的年日和努力 都被蝗虫 蚂蚱等吃尽了 但感谢神 我找到解套的秘诀 只要我们肯撕裂心肠 悔改并归回 他必要赐恩 叫我们经历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而恶章二十五节 真正的悔改 必须以忧伤痛悔做开始 一章八节 也应该是由祭司带头 推动至长老 和国中一切居民 一同披麻哀痛 诚心筋食和撕裂心肠 破碎地寻求神 我不但个人开始进食祷告 我也兴起带导勇士 迫切地认罪悔改 在教会推动弟兄姐妹 进入深入的祷告 当我读到约尔恶章一节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 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 我拿起号角来吹 好像发出得胜的呼喊 我感受到圣灵大大地 浇灌在我的房间 我受圣灵的感动 做出为自己 家族和教会 做得胜的宣告 我使用属灵权柄 破除一切魔鬼的破坏 在我的生命 我的家族和服事中 我感受到 一股黑暗的势力 完全离开 灵力无比的喜乐 感谢赞美神 我期待每日经历 上帝的大作为 依靠圣灵 使我的服事更得力 阿门 Polling牧师 Line ID LePolling 李宝灵牧师微信 Polling88888 披麻蒙徽教会 Repent Saccloth Church 望至REPentsackcloth.org Rev Dr.Polling Lee 李宝灵牧师 首创披麻蒙徽 悔改认罪悔改的 圣经真理课 披麻蒙徽教会 我会变成维护麻蒙徽教会 我会变成维护麻蒙徽教会 我会变成维护麻蒙徽教会